花卉艺术其实跟日常生活是息息相关 三头区公所与新北市花艺协会合作举办新北花艺展 展出许多有特色的盆栽造景 欢迎对花艺有兴趣的朋友一同来欣赏 一年一度的新北花艺展展出各式各样美丽的花卉 每一项展品都各有特色 让平时对插花有兴趣的民众觉得火艺良多 插花的很多创意很多架构 说真的我们还是算新手 所以还是要来看一下朱老师的一些架构一些技巧 我们还要多多学习 今天看这些花真的让我们耳目一新 完全都没有看过的这个架构 有开这个花展让我们学习很多插花的技巧 它的那个插花的技术是很棒的 所以我们要来学习 要来观赏这个插花的技术这样子 所以喜欢插花的人真的要来看花展 会学很多东西 新北市花艺协会希望能将艺术生活化 因此用了特殊的技巧 例如将接耿摆出蛋糕的造型 或是把卖杆菊做成茶店的感觉 十分受到命中喜爱 我们希望能够艺术生活化 所以我们除了一些设计的作品 花礼的设计 然后我们更准备了好几组的餐桌设计 就是我们家里在亲友来宴客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把家里稍微的布置一下 就变得很有氛围 然后我们也用了很多的国产花卉 现在春天就是百花盛开 所以每种花卉都很漂亮 主办单位还特别设计了餐桌打卡区 让民众看看一般的用餐区 可以如何更艺术化 另外还贴心准备了棉花祈福卡 以亲手制作的小小花艺品代表祝福 记者高兴风 蒋乔薇三重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